大家好 欢迎来到IMACP GCR与Malaysia Co-host的Gest Seminar 今天的主题是 From Agile to Business Agility 我将时间交给IMACP GCR Director of ESG Errol 介绍嘉宾 早晨 各位朋友 你们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Dr.David Moy 和我们分享一个主题 这个就说到Argile 或是 Business Agility 大家有关于他个人 或者有些基本的资料有关Argile 这方面 让我们有个基本的解释 然后我们才开始谈谈 今天就谢谢David 我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Errol 大家听到吧 如果大家都清晰 我就开始我的部分 我首先就做一个介绍我自己和公司 然后就说一些背景的资讯 为什么有这个题目 然后我们可以再有些讨论对话 看看各位朋友同意 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大家可能看到今天的PowerPoint 每次都知道的 但是实际上你知不知道内容 我也觉得有些难度 我不是大家挑战大家 因为这个是现实 就是说Argile 和 Business Agility 我们碰到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每个字都懂 但是实际上说的内容 可能和大家 或者过去的理解 未必完全一样 本身我自己就是在InfoWork Institute 是负责是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的Practice Lead 我过去也是在不同的 International Company 做的东西 亦是在高科技 我在Telecom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 我之前跟Elon说过 其实我以前是一间公司 都是做硬币的 对硬币的认识 也有一定的认识 我除了做讨论之外 也是在大学做研究的工作 InfoWork Institute 我们基本上是一间澳洲公司 主席在澳洲 Sydney 我们会做研究、训练和讨论 我们特别是在这几年 会专业在未来的工作 Business Agility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范围 所以我们会放很多的资源 和工作与我们的客户 如何帮他们做变化 我估计大家看到 变化不是单是数据变化 数据变化 只是一环 其实已经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每间公司都会做的 不过是做到什么程度 找哪间公司帮忙 这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一个前段的讲述 让大家有概念 然后可以掌握到底 我们所说的 Agile 或者Business Agility 我相信可能在座当中的朋友 很多都对Agile 都有些概念 如果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你猜到 你上网找工作 你的IT 最多人 除了商业 和商业 之外 其实很多 最近聘请 最多是Agile Coach 我星期五之前 即是星期五晚 也有个人的 帮忙找 有没有兴趣 有间银行想聘请人 因为聘请了几个月 都聘请不到人 Agile Coach 是很渴視的 第一 第二 根本是不够人 没有人有足够的经验 所以每间银行都找人 每间保险公司都找人 就是这样的状态 我会讲讲 我最初想在一个概念 让大家掌握 Agility到底是什么 本身不是完全新的东西 其实我在学术来说 研究链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当时不是Business Agility 我简单讲讲一些个案 然后讨论一下 到底一间理想公司 在现代的营运 面对Future of Work 世界改变当中 其实理想的公司会如何状态呢 会不会你或者你的客户 都是想成为这样的公司呢 那又就讲一讲Agile 最后就讲一讲Agile 到Business Agility 是什么事 好了 这个Simple Icon 大家都熟悉 其实是Agile 其中一个的表象 一个方法去表达 应该会讲多些 大家可能会知道 Agile 其实最初应用在软件开发方面 但我今天不是说软件开发 我想讲究竟我的Hero 是什么 为什么有关系 其实我用这个Icon 用了一次 和很多朋友说过 就是Business Agility 可能会反映到我的年纪 如果你也很熟悉Business Agility 他又是英雄 可能你和我的年纪都相约了 为什么说Business Agility 其实大家可能也认识 中外也认识一个人 一个英雄 其实他强调他的截拳道 其中一件事 就是引用了水 就是他认识很多武术 其中他如何发展截拳道 其中一个理念 或者一个哲学 就是说水 就是水很快流动 好像很柔弱 但是可能产生的力量很大 某程度上 为什么借用他的概念 其实是 Aggility 就是说到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变幻 很多世界不同的要求 我们如何去应对这种状态 我就会引用了Business Agility 这种概念 也引用了道德经里的一个说法 就是水流 你可以避开一些阻碍 然后继续向前流动 其实当我们说到Business Agility 或者就算说Aggile也好 其实你会发觉 有很多东西又不是很新的 以前过去几十年的管理理念 都已经有一定程度上 例如我自己也有 制裁的背景 其实在Aggile里面 都很强调Lin 就是精益或者精简这种概念 但是也有很多新的想法 其实如果你看Aggile 或者Business Agility 就是说的一套新的管理理念 以及新的管理的方法 背后其实是很disruptive的 只不过我们可能未必 看得到破坏性或者甚至颠覆性 最初你一定会发现 就是由Mindset开始 就是最深层的Mindset 人们如何思考 然后深入它的价值观 你放在工作的哪一方的价值 然后深入去知道 你会看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 技术或者工程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Business Agility 这个字或者内容 所有字都会懂的 但是未必那么容易掌握 到原来我们是 要将我们的管理 或者思维 完全是换一套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Business Agility 刚才说的 不是新的东西 但是有些公司 其实它在做 它也不是用这个字眼的 甚至是有些公司 在使用Agile 也不会很强调 例如Apple 其实它的另外一间公司 它其实从来不强调 Mindset也不是特别强调 即是用Agile 其实里面是在使用的 但是我想先给大家 两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就是 以前一间公司 我也在这里做过 我不是在这边做的 我是它以前其中一个 就是子公司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也是在反映我们的年纪 如果你很熟悉Codak 你也知道 Codak 其实之前也在网坏 Codak最早的就是 拍照、拍照 他们的失败过程 就是开始 Digital Camera时代 他们觉得 为什么要做Digital Camera 美国市场这么大 每个人都拍拍照 所以他们对市场的佔有率的高 比Fuji更高 然后整个社会的状态 他们为什么要搞Digital Camera 所以他们很迟 甚至他们承认这件事 到后期发现 追上来的时候 就追不到 然后整个市场 无论conversion divergent 整个世界都变成 是用Digital Camera 主导了一个世界 这个负面的例子就是 当一间公司很固定固有的状态 不肯去变 不肯接受一些 很不容易接受的理念的时候 最终可能成为一间 就是Chapter 11的公司 另外一间极端一点 其实他们最初 都不是做得做生意 做得很好 就是Netflix 可能大家都有装 我经常看Netflix的电视剧 非常之好 特别是韩剧 有本书叫Low Rules Rules 大家可以在上网买 我自己看 其实也不是买 是实体本 其实也是买Amazon 大家会看到 其实这本书是介绍Netflix 这间公司 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例子 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们发觉 如果要成长 要在这个 这个世界成长 和做好的时候 他们要放弃很多的 就是以前的管理概念 例如批核 例如 计划 这些概念 当然 他们也会用一间公司 用很多的技术 就是如何去找到客户的需要 以及他们喜欢看什么 然后再提供一个建议给他们 这些公司 其实一个极端 就是一个不接受改变的公司 导致一个差不多的倒闭 另外一间公司 其实它的股价和成长得很快 就是它如何去打破传统 其实 business agility 背后 就是 你如何去重新审视 你整间公司的运作 就是 无论策略 无论你营运 为什么跟agile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可能会再重新 其实有一定的程度的关系 但是也可以不是的 正如我刚才说 在管理概念 就是管理研究方面 我们其实在二三十年前 有很多人在做一些研究 叫adaptive organization 但是当时的研究 不是太多人有兴趣 或者是经济太好了 所以没有人太关注 但是其实已经很早开始研究这方面的课题 在现在的世界来说 大家都听到这个字眼多 Wooker 我经常都说 不是Wooker Wooker就好一点 大家开个Wooker喝一下 Wooker Wooker的世界 其实也影响我们的生活 就是过去两年多 就是一个pandemic的状态 但是很多朋友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 很多公司 是知道如何去面对的 就是过去两年 但是作为一个长远 我们就说 你作为一间公司 你会不会希望有 以下列出来的情况呢? 例子就是 可能调整很快 去适应市场的改变 和客户的需要 以及Consistently 我想大家留意就是Consistently 第二就是Respond 就是你很快去回应到客户的需求 还有其他的 我不仔细 就是逐个逐句说 与我们现在面对的状态 有些类似的 但是我很多时候都会澄清给你朋友 在pandemic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Crisis management 就是面对 有什么世界改变的时候 就会变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全世界都会变的 但是Crisis management 是不会是存在的 还有很多时候 就在于领导人 看到的情况发生了 他们就调整了 所以无论是香港也好 大陆也好 或者是马来西亚也好 新加坡也好 其实大部分公司在Crisis management 都做得不错的 过去两年 很坦白说 我其实相当欣赏一些餐厅的 餐厅 Crisis management 做得非常好 是吧 其实我们做过 以前做过厂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做厂 我们经常都变的 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 business agility 就不是说Crisis management Crisis management 就算现在我们两年 都是属于短暂的 我们如何建立一间公司 有以下 刚才说过的一些元素 但是同时间 是consistently sustainable 就是继续持久的 就算没有Crisis 我们都会继续有这些元素出现 因为我们背后 就有很多的现实 就是世界正在改变 消费者的要求正在改变 客户正在改变 也都在面对很多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以前那一套的营商 我经常都会比较喜欢 敏捷营商去形容的状态 就是我们如何营商 如何做生意 如何继续持久 其实在一个 agile的世界来说 就有三个字 有细草A 有大草A的agile 和agility 细草A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人 或者组织 很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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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而agile 大草A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其实就是最初是 一些软件开发的 即是开发者 他们想想 如何有更加有效 更加快的方法 更加人性化的方法 去做软件开发 他们就设计了很多不同的构筑 或者方法 他又透过一些 agile manifesto的形式出现 其实背后不是一套 如何做些什么 其中一部分 你会看到一些黑色字 就是他们会觉得 这些比较左边的黑色字 黑体字的形容 比较右手边更加重要 例如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 说到团队 软件开发者 里面的成员 互动性 那种 个人 比较 流程用什么工具 更加重要 但他们想提出这些原理 也有这些原理 也有这些原理 我将它简化了 叫做软件 但现在的时间 我们不会回到太多 如果有机会 或者有些朋友 想再认识更多 可以有其他机会 再讨论 背后就是引申 其实你发觉 原来agile在下面 是很多不同的构模 或者不同的方法 很多不同的工具 不是一套固定 只不过有些 比其他更加 是多人用 例如Scrum 比较特别多人用 现在有其他的工具 例如DevOps Lets FAF 就是Scale Agile Framework 比较多人应用 在公司 因为那是不同的应用方法 背后 有点像 我们喜欢看武俠小说 就是你 Agile 就是好像你懂些内工 你当有内工的时候 任何的招式 拿在你手里 都可以用得很畅顺 就是这样的简单概念 当然 也有其他例子 就是Legos 其实一间公司 是Adopt Agile的方式 特别是用Scrum 提升到整间公司的创意 产品开发 其实他们应用的 已经不是软件开发 而是产品开发 大家都知道Legos的职目 这个是他们自己 都经常在不同的会议里面 分享的 最后一部分 我想说说 到底是 Agile 一个软件开发的概念 或者叫做 Framework 框架 慢慢发展 开始进入 他们希望应用在其他的功能 在公司里面的功能 包括 HR 包括 我自己做了很多HR 这方面的东西 包括 Marketing Product Development 我以前也有很多参与 在Telecom 那时候 这些应用的时候 就慢慢 再 刚才我说过 过去研究 Adaptive Organization 各种情况 再加上 大家会看到 产品的Life Cycle 越来越短 客户的情况 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 不停是这样 Evolve 是震荡 产品 底下 就变成了 business agility 这个概念 就形成了 或者 你也可以叫做 再翻身 就是renew 变成了 很多时候 就开始 越来越多公司 会关注 特别是美国公司 很多时候 美国公司做了很多 可能不一定 会认为 business agility 不过 他已经在做 那方面 无论在欧洲 欧洲 美国 英国 其实也有很多 学会 在这方面 出现 很重点 在 business agility 当然 他们也有不同的 focus Mand data 我自己属于其中一个学会 就是在欧洲的 Business Agility Institute 我们怎么认为 business agility 呢 就是说到 the capability and willingness 第一 就是你的能力 第二 你愿不愿意 就是令到你的公司 更加 适应到社会 适应到市场 能够制造 整个过程 为了适应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客户 制造最大的价值 这就是 Business Agility Institute 的定义 当然 有不同人 有不同定义 这是其中一个 domain 我们会跳过 其实McKinsey 就是我们做公司 其中一个大佬 就是McKinsey 他们有很多研究 他其实也是一间很早期开始 倡议 agir organization 的顾问公司 他做了很多研究 他们又提出 当然更加仔细 他有很多研究 他形容着agir organization 就是内部组织 是以团队为基础的 建立一个很人性化 以人为本的文化 而是强调是很快速的 weapon learning 是quick decision making 就是很快速 很自主地 是员工 我们以前有个字眼叫empowerment 其中也是很大幅度应用科技 不是为了科技而应用科技 他们知道科技能够将整件事 能够很快速解决问题 无论是合作或开发 都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某程度上 他们会叫做 technology enablement 不是technology reliance 或者technology driven 这样的概念 这个其实就是McKinsey的概念 Business Agility 到底在说什么是什么 其实有两类的 我只可以看我们公司的角度 第一类就是 有些公司 他们会adopt agile的approach 或者agile framework 除了他们的软件开发之外 他们应用在其他部门 香港都有这些公司 譬如最早期 现在的DBS Bank 即是新加坡的根公银行 他最早期都是在IT 那里应用的 但接着就更加到其他的范畴 即其他的功能 其他部门 引进agile concept 首先就是应用agile的在其他部门 当然他们也继续 evolve 在新加坡的公司 是走得比较早的 有其他国家银行 我们也知道的状态 第二类就是 刚才我提过 就是agile的公司 有它这个特性 即它能够回应到客户的需要 能够适应调整 无论是人 无论是流程 无论是产品的开发 它都能够是很能够适应到的世界调整 那就是第二类的取向 它不一定是应用agile的 即IT的agile的工具 其实它也有其他方法 令到一间公司的DNA 就说到它的价值 文化 那就是会产生就是它的行为 它们可能是很快的取向 可能不够适应这个世界 那这个呢 就是其实两大类的发展 那如果大家听到一个 business agility 的进展 就说 很明显就是 怎样做生意 不是说 一定要用某种工具 但是怎样做生意 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就是开个网店 或者做个 就是这样就叫做做生意 你开网店 你也要有agile 你也要有很多方法去做生意 就此来说是很多行业 譬如在美国 建筑行业 很多人最初以为 不可以用 business agility 但其实它们是引进的 那这个概念不同 那当然一间公司 如果它将它引进作为一个营商 所以我们公司的定位 就是叫做 银行业的反应 就是 business agility 就是如何做生意 做得更加 flexible adaptive adoptive 以及能够更加 nimble 更加 value driven 更加以人物为本 那么我们会看到 起码有六大范围 一间公司需要留意 所以不只是技术 你看到技术 技术的反应很重要的角色 也需要很多技术 但是首先我们看看 整间公司的方式 如何发展 组织的设计 人 leaders culture 我举个例子 一般来说 我们说的 business agility 就是我们会期望 人以人为本 就是说 其实我们将权力的下放 很厉害 例如 可能是 Software Agile 你也认得很多 就是self managed team self organized team 这个概念 其实也不是新的 因为我以前在一间公司 刚才说过 Yisman 我是一间公司 Yisman Chemical 它是Codec的子公司 我们其实当年 已经在用上 self managed team 即是没有一个 Leader 即是没有一个 Boss team 是自己组织 管理决定的 这种情况 就会是 应用在这一类 agile的公司 但是背后 你也会想象得到 传统的管理就是 top down 或者是有老板决定 一定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我最开始说 Business Agility 就是一套 另一类的管理方式 但是在西方 很受这一套 当然跟他们的文化 有很大的关系 在东方来说 有一个挑战 所以香港 我们公司的接触里面 就觉得 其实很多公司 真的不知道 有Business Agility 这个概念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出现 这里很简单 列出一些 我们认为 这些公司 其实在香港 都是做到很大程度的 Business Agility 就是你认同 他们做得很好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其实他们 都是很 agile的 亦都我们访问过 一些参与者 在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先在这里 就给一个很简单的 例如 例如 有些朋友 可能他未必接触过的 朋友 有一些概念 然后可以再多些 大家的讨论 或者对话 那我再来试一下 Alex 好 谢谢 Dr.Darick 以下时间 我们都可能 听完刚才的分享 也可能有些问题 想问的 例如看直播的朋友 想问的 其实可以去留言 是关于agile方面的 不过 我想在这个时间 大家还未能问到 可能我也想问一下 Dr.Darick 一些关于agile方面的 因为我自己 是来自 软件事专业方面 对agile 也经常都会 听到 但是在软件方面 常常有人说 其实很多人说自己是agile 但其实又不是agile 那在Business Agility方面 会不会有类似的 情况 即是自己claim自己是agile 就算了 绝对会有 绝对会有很多 其实 类似的问题 我就觉得 agile 即是用agile 在 譬如香港 我觉得 我们的统计 初步统计 几乎所有银行 和保险公司 都用agile的方式 去做development 所以他们请人最多 问题就是很多时候 从业园 即是用agile的人 都不熟悉 即是设计的 framework 以及 甚至很多人都不坚持做 因为agile里面 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很熟悉的 即是 例如 可能他们见到 你最好有的 叫做daily stand up 那是不是很多公司做 很坦白说 我就知道很多公司不做 也见到很多 叫做agile master 其实他自己都不熟悉的 即是不太熟悉的 即是未合格 因为你取得 认证很容易 而已 但认证不代表你懂得做 那样东西 我见到很多这些 叫做agile 但是香港的大部分 经验都不足够 所以说他们是半桶水 所以很多人会见到 很多的银行 或者有很多 software 其实他 下个名称叫agile 但实际上 就是他自己 打自由波 即是老板 即是只要老板 都能做到 软件出来 即是每两个星期 或每三个星期 都能做到软件的东西 给大家看 大家都愿意 因为我最近有个客户 就是这样 即是我们帮助他 的软件 其实老板 就想到一套 完全是他自己的概念 他不过 是要套了 agile 那 business agility 也是 因为本身 不是每个人 要接受同一个 definition 最高的 就是 和agile 有类似 因为很多人 真的是半桶水 不懂 又要去用 一些 这样的 terminology 不懂 知语 又没有时间 其中另一个限制 就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去学习 例如 刚才我说 software development 其实 software development 的developer 一天做十几个钟头 因为做十几个钟头 其实概念上 已经不agile agile 其实是这样 你八小钟头 做八小钟头 做八小钟头 就够了 你应该是这样的 工作流 但实际上 很多做在bank 里面 保险公司里面的 ID同事 很长时间 其实是做以前那一套 不过是用一种 另外的名称去做 这种情况 是经常会出现的 明白明白 那我想 有时候 你刚才也说 他们可能会说 没有时间 或者有时候 有些 可能本理层也好 甚至自己也好 有时候都想 如果agile 好像就很难实现 一些很长要的目标 要改 大家很流行的 会说我来这一年 这两年三年的事情 如何平衡呢 即agile要不断去 不断去改善 如何可以平衡到 短短和短短 方面呢 好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也有 这样的理解 其实 如果纯粹有agile 即IT development 或者agile 在一个功能里面 其实它的强项 agile 不是我们做长远的 planning agile 其实是 在现代来说 做一个执行的 概念 理念 就是一套管理的方式 它的重点 不是在于 你怎么去想 一个很长远的 的东西 如果 例子 用scrum 来为例 scrum 其实有 product manager 就是product manager 长远的路线 它也会和客户改变 所以 用到去到 business agility 来说 我们仍然不会 否决了策略 strategy 本身 strategy 就是比较长远的方向 到底我在哪个 的 strategy 就是说 我如何可以达到 我的 business objective 当中来说 就是 包括很多策略 无论是市场 无论是市场 无论是产品的方向 甚至是 技术平台 因为我以前在 Tenticum 当时 我们经常被 公司 都中了很多次 知道 到底是哪个 平台去做呢 我们选错的平台 不会死的 其实 把钱都扔掉 原来平台 没人要的 背后就是 strategy 会如何令 做生意 更加有竞争 优势 而不是一个 execution 就是 那个重点 先不放在 execution 那我会觉得 你如何平衡 第一 我们仍然会有 world map 例如说现在 例如 做Telecom 或者就算做 就是 例如说 银行 Fintech 一定会是 方向的 不过问题 用什么形式出现 如果一家银行 去搞一些 Fintech的东西 其实他迟些忙用他们 因为很多 Fintech的东西 很抑制 保险公司 也是在做很多 这方面 例如 因为很长时间 在保险公司工作 保险公司 就是想如何 去 代替 中间的 保险公司 因为那些成本很贵 现在 是Gen Z 就是Z世代 Z世代 我们可以很接受 在网上投稿 其实保险公司 不是在想今天 他在想 那么多钱 他在想 五年后 十年后的事情 但是中间 他如何去做 这个秩序 或者不停的 试图 其实就是现在要做 其实可能 他不要做几年 然后等到那些 Gen Z的人 成为主要的客户 那么他们便会赢 那这个 当然来说 他们要平衡怎么长 和中长 中线 其实很多的应用 其实他也不只是 开放给Gen Z 他也接受 其实Gen X Gen Y 很受技术的 很接受 这样 其实他们会 不停地 透过一个很长线的定位方向 但是同时间 很关注短线的执行 其实 可以得到平衡的 但是 如果是纯粹为了 如果能够补充 就要看下 每个公司的应用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他将一个 应用得 又不熟悉 又不熟悉 又应用在 Cash Card里面 可能会弄到 他的生意不够 那么 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子 也不是最理所的 例子 其实我们看到 防疫 就是防疫措施 在香港 其实很多事情 都未发生 就会改 那你的行业 就会失败 其实跟公司一样 你都要试了 才知道行不行得通 其实公司也可以 找一个平衡 但一定会有长线 有方向 但同时间 应用一些更加有效 管理方法 令到长线的目标 能够达到 明白明白 我想知道 刚才你这样说 有很多时候 都会 需要订定 长短线 那会不会有些公司 实际上 是完全不适合 行agile 其实也有的 因为首先 agile 不是一种 弱 什么都医 的 因为agile 其实是很不同 一个管理概念 只不过是包装了 或者我们会觉得 agile 因为agile的定义 是很广泛的 第一 到底这间公司 是说是用agile 那种 framework 还是说 business agility 如果这间公司 其实也 正如刚才说 我用回IT 部门为例 虽然很多银行 或者保险公司 很多人都用agile 在他们的 software development 但是因为很多人 真的是半桶水 我不是想得罪他们的 事势 也不是很足够 他们的位置 我也做不到 只不过 我们很诚实地承认 我们是半桶水 而当中 最糟糕的是 business leader 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agile 听到名字 挺好听 然后agile 大阶A 等同于 business agility 的概念 就是 有个项目在新加坡 就是这样的概念 他要告诉老板 我做的事 很agile 很business agility 不过 其实他在想的一套 就是 他也不知道 在想的一套 真的 因为真的 因为我们跟他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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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就是水平方向 就是比较固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例如我会看到 建筑行业 他们不是太容易用 即是香港的建筑行业 我不是说美国那些 或者欧洲 因为在外国建房 其实可能建一间很实际 即是一间独立屋 譬如澳洲 你买一块地 建一个独立屋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 建筑商是用agile 但是在东南亚很多时候 建一座楼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屋苑开发 很多东西固定了 一定已经规划了 那你也不能用 你不会说 我喜欢去改革 即是喜欢这个厕所 由左边的右 没有这样的改革 没有这个客制的过程 那就不太适合用 但是你说 是不是不能用其他的 很弹性的方法 也不是 只不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 所以在一间公司来说 他要用agile也好 或是 business agility也好 其实他一定要对 事情有一定的认识 另外就是审视自己是否适合 正如你刚才说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些公司 比如我们也见过的 就是 其实老板是很厉害的 也都是很 Decision making很快的 亦都不喜欢付权 即是放手给其他人做 因为他太厉害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不适合用了 因为他什么都要做事 或者他其实很快 去做一个 decision 但是agile就告诉你 business agility也好 就是你放手给其他人做 自己不要搞 你不是什么都懂 背后有些管理概念的冲突 那类的公司便不适合用 其实也是需要一些评估 有些应用到 有很多公司应用得很好 但也有很多公司做得不太好 也是有的 明白明白 如果刚才听完你这样说 觉得自己也是很open mind 我觉得自己应该走一走 如果有兴趣 在business agility方面 他们应该如何着手开始 其实不难的 不过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 因为business agility 就概念上 就是这样的概念 我只是说 大家一望闻生意 都会看到真是好事 如果公司更加灵活 更加弹性 是不是好呢 那当然我觉得 做老板一个也好 但是背后他未必掌握到 business agility是一回什么 因为特别是老板 他们如果要接受 business agility 这一套新的管理模式 或者管理的方法 理念 其实他们会不会过得好自己的关 因为最后 如果推行business agility 当老板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他一下子就可以禁止了 就是终止了整件事情 那他会很浪费时间 我见了刚才说 business agility就是说 你会不会容许客员工 是有更多权力去决定 做一个business decision 不用问老板 因为你要快 我们经常说 管理来说 其实前线的人 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 但是如果老板 他不觉得是可以放手的时候 他最终又是 overrule那些事情 其实business agility 会有很多人的思考 或者mindset的改变 那么 awareness的证明 也挺重要的 那么 我觉得 从这里开始起步 然后另外 就是 由一些比较小一点的scale 因为畢竟风险大 是否一定要去IT 起步 我也未必觉得是 因为现在找IT 请agile 背景IT的人 都不容易 而且其实是在外面 请进来都很贵 其实可以考虑 我常常都记得人 考虑从HR开始 HR是可以认为得到agile的 如果HR都肯做的时候 其实是很大的信誉 因为HR在大部分员工来说 就觉得最不agile 要达一部门 因为HR传统就是control and policy 就是控制住人 上班 下班 下班 付不付钱 但是如果HR能够改变 其实风险也是第一势 第二就是 给同事看到改变的情况 可以这样去考虑 明白明白 可能我问都差不多 我交了时间给CK CK都可以讨问一下 好 谢谢Alex 谢谢David 其实 我们想问一问就是 似乎如果我们要怎么说呢 一间公司 他要批评这个agile的方法 所以是否一定要 shake up某些 比如炒人 或者要report整个organization 是否一定要这样做呢 OK 其实不是的 因为炒人 真的不是那个考虑先点 但是我又会觉得 应该会有机制 给一些人去选择 我会说多一点 因为如果一间公司想更加agile 即无论是用business agility的概念 或者就算老板觉得 我公司要做生意 要做得更加灵活的时候 其实这些会引引起 改动一些东西 是吧 就是你改动一些东西 正如刚才我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给一些同事更大权力去做决定 那我们说我们会喜欢听 我们觉得好 就是我们的风格配合 很棒 我们不用每次去entertainment 就不可以超过200元 其实我好像Netflix 就举例子Netflix 你就看那个需要 就是你需要跟客人游戏 你觉得有对 business 有意义 那你就做 没有一个限制 但是对 譬如我以前出去做的事 都是一天的游戏 出外出200元 那我怎么省这200元 那么辛苦 背后其实很多人不愿意承担 一个改变 以及不愿意承担那个新的责任 那我们就融让这些人 是离开公司 因为背后不是因为 我们要炒他 我们知道一定有些人 不能够适应到这种状态 就是无论公司任何改变 都有些不适应的空间 那有些人真的不愿意 改变的时候 那他们没有选择离开 那反而我就不会觉得 就是做HR 就一定要炒人 而是你怎样令到事情 就是帮一些同事去适应 如果我做了所有 可以帮同事适应 或者是去学习 接受 接受的过程 那同事觉得都不行的时候 我有个方法 让他们很舒服地离开公司 或者甚至帮他们找个另一份工 而适合那个同事 那我们会这样去看 OK 所以如果 OK 我现在一间公司 我们要承担这个 Resets Agility 的话 大多数应该是 刚才你好像说 从HR的部门开始 是吗 其中一个我觉得 挺好的方法 就是HR部门开始 是的 但不一定 很多都是IT开始的 OK OK so next question next question 就是如果 as a company interested to 做这个business Agility 除了 怎么说呢 除了 从HR那里 可能开始 就做一些 改变 先切的 policies 还有什么 他可以做的呢 比如说其他部门 或者其他的policy 他可以设定的呢 just to test the water just to 试一下 whether whether 他们这些 可以接受得到 是好的 非常有问题 我有一个实际的经验 就是我个公司的 就是我在这里做Telecom 我们做了十几年 那我们会是用 我们当时不是刻意叫agile的 我们用在哪里呢 我们就用在product development 因为Telecom的product development 我们做component level 很多时候我们的product 是design customized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 无论operator 或者是system的client system customer 他们的系统有一些特别需要 我们会特别帮他们设计 产品去feed 它的产品 或者是at&t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product development 就是在用agile approach 就是我们就没有一个term 连着label 叫scrum approach 不过其实基本上 就是在用类似的流程 那我们真的每个两星期 去review到底 output出来的 所以对于product development 同时来说 其实他们都挺容易接受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client 我有另外一个client 又是做telecom的 又是做component level 所以他们就没有 就是我们公司是龙头 而我们公司是一间香港公司 那他们的r&d头 就是lead head of the r&d 那他就在他们的setting 来说他们就觉得不适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 因为他不是high end 就是其实有些high end 出来的 他再做一个类似的产品 所以对他来说 这些产品很固定 某个程度上 roll map很固定 也不是很多customization 所以他们就不采取这个方式 但是我旧公司 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方式 因为我们很多是customization 就是无论比华为 就是中兴啊 或者是cisco 那是有他独特的proprietary requirement 所以说同事是很容易接受的 那加上我们那时候的r&d lead 就非常之strong 就是他是一个很strong的leader 在这方面 那变了来说是很容易 在我们公司的经验来说很容易接受的 就是r&d 或者product development OK Thank you david 是吗 是 最后一个question 我想问一问 so of course 这间公司如果真的要 adopt this business 肯定是 希望会成功 but 有什么 如何说呢 那些critical success factor 比如说 是不是一定要 老板的support 或者是金钱上的 有什么success factor 一定要有这些success factor to make sure 整个business agility的program 会成功呢 是 very good question 其实你刚才的问题 你应该是很多公司会问的 就是投放多少进去 分别的就是纯粹成为一个外观的情况下 就是你的digital transformation 其实你就是什么都要改变 改变了 就是理论上 理论上 改变了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共通的成功的条件 就是真的就是那个leader 第一个leader 就是他有多少购买 以及他愿意放多少钱 就是 Transformation 其实是需要钱的 就是需要很多不同的人 就是 技术的技术 甚至是你希望会有更加新的技术 所以 领导人 或者领导人 投入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他说一句 不做 那整件事情就没有了 第二就是 如何培训 刚才我说的就是 business agility 有很多东西大家可能会懂的 例如我们会用lean concept 就是精益的生产 精益的流程 plan to check at 这些工具 很多人都会懂 但是是否真的所有人都会懂 我不敢说 因为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这些概念 加上也有些新的工具 以及这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培训 那培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何建立一个文化 就是文化就是大家 怎样去做事 文化包括就是 我们整个办公室的设计 衣着 因为你越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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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越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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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就不会每个都一定要比较弹性 增加创意 增加工作流量 就是workflow的方面 那刚才你提出的 其实科技应用很重要的 我们会不会容许更多的科技应用 因为譬如很多的 collaboration tools 譬如坊间其实有很多工具 其他工具也很便宜 技术越来越便宜 但是背后就是 你会不会公司容许 或者引进这些科技应用 不是因为pandemic 所以大家会用teams 或者zoom 其实因为我们觉得 原来这个是帮助我们整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算未开始 我们会引进这些科技 这个是重要的 还有其中一个成功的factor 可能有些人未必提出的 就是我会觉得真的需要 引进一些coach 有经验 又有change management 能力的人去帮助 因为在过程来说 无论manager也好 或者是leaders也好 他们会碰到很多问题 其实需要一些人在床旁 去帮助他们 去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面对 那这些我都觉得 是一些重要的成功的factor Thank you David Thank you So 暂时 暂时我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麻烦 Thank you maybe I'll pass back to Alex 好 其实我都问得七七八八 Aaron有没有什么事情都想问一下 趁着有点时间 趁着有点时间 Before that 其实我听到David 也有很多的分享在这里 我的思路已经清晰了一点 但是在一个位置里面 其实是比较尷尬的 因为我也有一位朋友去公司里面 其实都是在说 或者是在推荐 business agility 或者甚至是在做一些 product development里面 都在说用agrile的方法 那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 就是一些developer 可能是understanding 比起那个management 是更加优胜一点的 但是反过来 其实management 去drive那件事 就变得 正正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就有一个三笔像 整件事里面就很混乱的 搞到里面internal conflict 或者是基本上大家 我们是不是叫躺平呢 就是你的developer很有性格的嘛 developer反过来就是说 既然你这样的想法 就跟你的做法咯 但是其实那件事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想很多公司里面 可能都面对这个问题 会不会有些tips 可以给到我们 或者我可以交给我的朋友 让我们看看 如何处理这件事 很坦白说 其实就是 如果这样的状态 都是很难处理的 因为其实 在business agility 就算是用agrile的概念 是需要一些leaders 很大幅度上 改变mindset 很简单 比如我不知道你朋友的状态 比如developer 原本的概念 如果agrile 就是说 那些developer 其实是他自己决定 怎么做事的嘛 决定多快 还有怎么做 用什么康式做 但是 在传统来说 其实做老板 我们觉得 我什么都会的 好像你都不相信 就是做些事情 因为不是我的想法 加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或者不是 老板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状态 老板想的 其实很多老板 成功老板 其实他是没有想到仔细的 就是他想着 向前 就是他那个想法 常常都是向前 他在想之前的那些东西 但是他走得太快了 别人都没来 就是正常 防疫措施 都没做完 你都已经有新的东西 那么 下来你又跟不上 其实 如果你真的要解决 那个问题 就是老板去找到 那个coach 或者找到一个 consultant 我不是关心人 帮他执行这些东西 关心人 帮他首先 改变他的想法 来清清楚 他为什么想用这些工具 其实通常来说 都不是一些设计者有罪 因为设计者都是做事而已 就是 你给出量 有好的工作环境 工作有挑战性 团队有开心 大家做的工作 他们是很开心的 我也做过这些工作 不是设计者 不过分约同事 其实开心 就是不会这么想 但是当老板或者公司 令我工作不畅信的时候 我就有很多选择 正如躺平是一个选择 或者我来说 就是不躺平 我照做 你要做A就做A 做B就做B 又不关我事 你决定而已 这种情况 其实是打工仔心态 又不是坏事来的正常 完全正常 反而要解决 真的要解决 一定要解决老板 他愿不愿意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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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上我是 可能是一个问题 不过他埋怨同事 其实大家 我们做了工作 这么多年 很多时候我们做过 我也做过 公司导致 也做过分约同事 我们都知道 其实分约同事 是很简单的 其实他们不复杂 而且大家都是很有心做事 很多时候问题出现 其实在于领导 领导 如果领导自己 不承认自己是个问题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比较难解决的 因为下底同事 他都没有权 没有势 不会大家集体 去公司搞革命 因为打工而已 你又不是炒我 又出到薪 那我就照做 你要做我的事 最后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事情 说他失败 失败 他又觉得 大家在打工也知道 失败 你看到这个事情 不行的时候 老板就会再想一个新东西 又来一个新东西 玩的另一套游戏 但是这种 不是一个健康的管理方式 也是很多时候 一些主持人 没有这种关系 所以我认识了一句 就是 要解决老板 如何帮助他 去改变 那是困难 困难 困难 问题不太大 OK 好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通常我们去到这个位置 就是概念上是正确 亦都是可能 对这间公司 对员工也有一个利益 有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 时间究竟有多久 有机会 能够有个增加率 能够带领 到这间公司 有机会 可以能够 应用到这个概念 在里面 第二件事 就比较实际 一点 一般的投资金额 是多少 所以 可能有些朋友 听到这次我们说完 我理解是 应该有些好事 会发生 那究竟应该如何 安排预计 或者至少 跟老板说 有这件事的时候 大概要多长时间 才有机会 可以执行得到 有没有少少许 能够给我们 其实我尝试这样去回答 因为我未必是 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硬件 他需要硬件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怎样去做 反而我会讨论 我会讨论 这件事 很快速可以有利益 我背后有个解释 如果那间公司的老板 觉得他们真的想引进 business agility 其实所用的时间很短 其实可能两三人 已经有成效了 我说一说 怎样成效 因为你不一定要找一个 讨论 因为老板愿意做的时候 请同事锁在一起 然后请他们提出 有什么改善 立刻不做的事 觉得公司有什么 可以立刻不做 能帮助大家 无论员工会开心 客户会开心 其实那些成本很低 明天他可能已经有 十几个很好的点子 走出来 这个是最简单的 但你又说一间公司 其实如果说一间公司 要看尺导 如果不容易 这个也不持久 其实他找一个 讨论进去 纯粹想做刚才的流程 其实是两三万元 其实都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 甚至训练员都可以做得到 但当然如果他要做到 一间公司 即是一间上市公司 或者规模大一点的公司 其实都是说 好像 MacKinsey 可能他收到四百万 至五百万 这个 range 但是是四百万 甚至一千万 你作为一间上市公司 长远 你去投资怎么转型 其实也很少钱 所以看看你想用什么 便宜 便宜到不用钱 也可以 刚才我说的 老板或者有一些 有信誉的 credible manager 引发一些内部讨论 已经可以产生一些 business agility 的状态出现 当然可能 未必是很大的 business implication 但很容易做 可以 但整间公司 可以用另一个情况 又要再看看 可能由几万元 到几百万 都可以有 OK 很多谢你 这个信誉对于大家 来说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OK 我没有特别的问题 我时间交给Alex 等下那个 rundown 跟着 那个安排是怎么样 好吗 是的 其实 时间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是时候closing 不过我想刚才David的推荐非常好 就是锁了一些东西 做一些不做的东西 这个我想 待会也想试一试 好 我想问Aaron 是不是你做closing 是没错 因为我很跟随他做的 所以你给回我 我就给你 是的 你又要挖回那波给我的 OK 很多谢David今天 因为刚才你一边说 那时候 有几个地方 我都有留意到的 第一个部份 就是说得很对的 甚至我自己也是 我一直在看的 Agence 或者Business Agility 都是一个2D的 很平面的 刚才你一边说的时候 就开始有些立体感出来了 那变相地 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的understanding 会清楚了很多 那这个是其中一件事 很多谢你的 而第二件事 你也提到就是说 如果真的想行这个approach 可能那个 我们叫做management empowerment 令到一些同事 他真的有自己的 或者其他一些 那某程度上 大家是有个 我想 未必叫做协同效应 就是大家有个 有个loop 在那里 真是可以有些 改变得到的 那当然 我想每间公司 这个情况不同 好像刚才你所说 就是说 有些可能是比较简单 一些 不要说到就是说 好像大家出现了问题 特地找一些external 的consultant 回来给意见 大家去改善的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 听到这个字 反而回来 内部里面 可能比较casual 一些去聊天 当他在第一部里面 能够参与了 那个过程 他觉得是已经有 贡献 接着可能内部 也有一些 不同一些 我们叫做leaders 会跳出来 能够真的 能够帮助到 不同部门 或者是 across 几个部门里面 做到一些有利益的事情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亦都是你建议了 或者是在HR那里 着手 那这个我觉得 就真的是 这个最大的贴勢 就算我们真的做IT 或者跟客人去谈谈一些project 里面 通常就是说 都会看回 究竟endorsement里面 哪一个部门 涉及的人 coverer 会比较阔一些 但又有足够的 由引导在处理 都会是HR那部门 那我想这个 你这个建议里面 如果是由HR那里 去带领 和HR也很多时候 会安排很多不同的 一些 internal training 或者不同一些 我们叫做refaction 的东西 其实比较容易 是吸引到 多一些的朋友去参与的 那我想这个是绝对 一个好事来的 而去到最后一件事 就是说的 maturity 那个level 那当然每个公司里面 可能开头那时候 都没有maturity 的 只不过 听到有这样的概念在 那可能都会小小地 可能试图一群人 在一个部门里面 开始尝试做一些事情 那看回maturity level 去到哪里 然后才能够继续scale 更加多的部门里面 都用这个 approach 那整个公司 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就会帮助很多 那我听过过程里面 无论是CK Alex 或者David 你们的那个conversation 大致上 会得到这些 point 那今天对我来说 已经有很大的帮助在那里了 那我也希望 其他的朋友里面 大家在看这个视频 也好 或者日后 他们会再看回 那时候 可能也有些其他问题 那在那个位置里面 我们是否都可以 发布一些问题给你 你也有兴趣回答他们 可以的 可以的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那好 那我大致上 去到这个部分 今天这个活动 就差不多了 那我也是 跟回程序去做事 今天我也好 那我又把时间交给Alex那边 看看接下来是怎样处理的 谢谢你 好了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再次多谢Devick 也多谢CK和Aaron 那我们呢 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Devick 谢谢CK 拜拜 拜拜 拜拜